看看我们走到住人这里了 哇 这地方的环境真的特别漂亮 下面一半都是这个田 农田 种的都是水稻 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啊 这边是一毒户人家居住在这里 然后这边上这些小房子都是牛圈猪圈的 哎呀 宿外桃园啊 哇 吓死我了 什么有狗啊 有一个味道 哈 我在桥花里留个多狗 哇 狗太多了 整个好狠人了 哇 你看着来我给我狠到去了 我以为没人留的 没事吧 报告了 啊 报告了 报告人吧 报告人吧 狗啊 你还把她搬来 你给我搬来 你不管他 怎么 怎么搞得下来呢 啊 你找个哪个羊嘛 我走 哎 你看 少海 你你搞个哪个箭子啊 啊 搞个哪个箭子啊 你还加入鸡子呢 你人人要不得哟 哇 你这么多给我抬起来的呢 我会把 你没加入没有的 这两个鬼子 要的吗 转转转转 哎呀 转去 头北场 哈哈 给师傅那里 老哥都给我捞钱了 钱吗给 你拿起来的 上面 还有裤子呢 干一裤子呀 给我 fake Irk 好 谢谢 你再裤子啊 十硬 flip nein 还没采干 这干什么 狗子快一个 谁啊 你找到路啊 这上上 问啊 怎么有路问啊 这个狗扮到人了不 哈哈哈哈 找他把我扯海盗圈了 你这个果子了吗 你打的 你的果都起了 哎呦 成果子哦 看一看这个就是刚刚那一群狗给我扑过来 我有点紧张 然后呢刮到这个边上的石头上去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室外桃源真的是 然后遗憾的是就是不通公路 然后刚刚那一群狗真的把我吓得不轻啊 现在都心里面还在发毛 如果说当时那个没有主人家在家里面的话 真的是很恐怖的 幸好是主人家在家里面 然后他给管住了 不然那么多的狗 我还真的招架不过来啊 太吓人了 朋友们如果以后再到这个山里面去玩啊 一定要小心啊 没有想到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居然喂养这么多狗 太吓人了